大家好 我是凌桀 今天我又回老家来了 每隔两天我就回老家来 照顾我的父母 还有我收养的几只流浪狗 今天比平常回来的早一些 我带大家转一下 我的老家位于陕西省 秦宁一南美丽的这个小山村 我们这每一个这三咖咖里面 就住上一户两户人家 你看 这每一个山湾就住上一户人家 我妈咪就在这个山湾里面住着的 我家就在对面这个山湾里面住着的 秋天到了 你看满山都是这个野居花 前两次我回来 我爸不是骂我了吗 他说我每次回来买的吃的用的 买的太多了 吃不完就浪费掉了 乱花钱不让我回来 当时我也很生气 我说那我就一星期回来一次 但是我刚走了这两天 今天我又回来 因为他们在家 我实在的不放心 我还是回来了 这是我妈和我爸 带你们看一下 这个冰安花已经开完了 现在全部是绿叶子了 你满点妈 最近天气有点冷 每天我爸他们就在这烤火 你往哪里断别的 这吃了 咱们这哪个要子 灯该会冷得着 天气冷了 我爸他们每天在家 就是烤这个柴火 烤火 看我们这还有这个吊锅 吊锅 这个吊锅我们当地叫顶关 现在我爸造房的卫生打扫一下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饭了 因为我们这烧的是柴火 烤火也是用了这个柴火 灰特别的大 每次我回来就必须先打扫卫生 我这灰挨着的擦一下 要打扫卫生 你那个配方看到的山 你不能过来看 我们这做饭都用的是这个柴火锅 做的饭特别好吃 看着 你玩的就给你搞的 你也一家 那时候不吃都不满吃的断了吗 那时候走点饭给你炒来吃一碗 那会 干一块就对了 对干了 那时候都干一块就对了吗 对吧 我们这农村用水很不方便的 用完的这个脏水必须提到外面去倒掉 今天我们下午饭比较简单 我爸要吃这个汤面 所以我们就下的面条 很快我们就吃完饭了 现在把这个糖糖带上出去溜一下 溜完以后回来 我就收拾一下 准备回家了 今天回来的时候 蓝蓝叮当还有皮皮 那三只狗狗没有带回来 还在县城呢 我得早一点回去 溜了有半个小时 我现在准备回去了 爸爸你干我呢 你干我呢 你干我呢 我说你干我呢 爸爸 爸爸 你干我呢 他看我要回去了 你看他非要送我 爸还给我挑了这么东西 你们猜一下给我挑的什么 你看都是走不回 他怎么非要去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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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干我呢 朋友们 你的爸妈是不是也是这样 每次走的时候 大包小包的装些东西 还要送到大路上 给我 我说你给我 那你给我一块 走 那你先走 朋友们看一下 我的爸妈有多爱我 不管我年龄有多大 在他们心目当中 我永远就是个小孩 就是他们的宝贝疙瘩 每一次看到我爸妈送我的时候 我真的心里都特别的难受 在我两岁的时候 我的爸妈把我捡回来 含辛茹苦的把我养大 他们吃了很多的苦 所以我现在这把 一定要好好的孝顺他们 我给不了他们好的生活条件 但是 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孤独 没事的话 我就回来多陪他们 照顾他们 我在我又没事 哎 哎呦 那不就送回去啊 嗯 好了现在我把我爸送回去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有喜欢的朋友 点赞评论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你以后就把那个猴海穿上啊 嗯 你觉得他动文档 我爸脾气很酱 他不让我送了 他要自己回去 你看你不吃好白人叫 爸爸你没有不把裙裤穿上 没有下雨呢 看着我爸离去的背影 真的我心里特别的难受 我只希望我爸和我妈身体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 所以没事的话 我尽量的多回来照顾他们 陪他们 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